看一下Exercise 9-10 464页 B这家企业买了一个设备在2017年的1月1号 成本是35万 公司决定用直线法来提列折旧 资产估计有5年没有残值 在2017年的年底经过了见价 决定这个资产有公允价值有32万 所以这个是题目上面的意思 那接下来看一下他要你做什么呢 第一个先做2017年的折旧费用的分路 那我们来看一下直线法提列折旧怎么算 我的折旧费用怎么算 因为直线法又没有残值 所以它很简单啊 我买的时候的成本是35万 然后我可以用几年 35万可以用5年 所以我的直线法35万 减掉残值是0 这是我的可折旧成本 乘上五分之一 所以我每年提7万块的折旧费用 所以第一个分路就很简单啦 第一个我的借折旧费用 因为他第一个要我们做他的折旧费用的分路 借折旧费用 depression expense 7万 待记累计折旧 accumulated depression 7万 这是第一个分路exercise 九知识 我们现在讲的是exercise 九知识 好第二个 我们看一下他要我们做什么呢 他说呢 做分路有关于我们的revolution 有关于这个revaluation 不是revolution 对不起我应该都一直看错了 revaluation 不是改革 是revaluation 就是重估价 好 所以呢 重估价呢 我的分路要怎么写 好 那我第一年提完折旧之后的账面金额是多少 好 我们把上面的拉下来 我第一年提完折旧之后的账面金额35万 减掉7万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呢 有28万 但是呢 我重估价的金额是32万 好 所以呢 是这样子 好 所以是小 所以差多少 差了4万 好 所以我的分路会怎么写 第一个我们先把折旧 好 所以第二个小题呢 我们做重估价 所以我先把折旧费用呢 先对冲 先把它冲掉 借累计折旧 好 我有7万 累计折旧提了一年 所以我的累计只有7万 但是我的账面金额呢 会增加4万 换言之 我们可以写成两个分路 或者是写成一个分路也可以 好 我的账面金额要从 二十 三十五万减少 就是调整为32万 好 我的equipment 我的equipment呢 要减少3万 35万减少为32万嘛 好 我的累计折就冲掉了 所以我equipment原来是35万 冲掉3万以后 是不是它的账面金额 就调整为32万了 好 然后我这边呢 revaluation 好 revaluation 四万 重估增值 好 这边我都写错了 不是re 看错了 这边是revaluation 重估价 好 这是 有关于这个重估价的分路 好 这是第二小题 要我们做的 再来第三小题 要我们做什么事情 看一下 好呢 我们在2018年 要做分路怎么写 好 我从估价之后呢 他并没有告诉我 从估价之后 我的年限有改变 产值有改变 都没有 所以第三小题 我要做2018年的分路的时候呢 好 第三小题 我们现在的账面金额 就调整为32万了 好 你可以看一下 你想想看 原来我们把所有的分路 都过账到T字账 好 我的设备 原来才35万 然后我原来已经提了一个累计折旧 原来提7万块 马上要冲掉7万块 所以我累计折旧是零 好 平掉了 没有累计折旧 那我这边有个3万块 过账过来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就32万 好 我写这样的意思是说 那你剩下来要提列的折旧是 你的成本 好 你账上的成本去减到累计折旧 累计折旧是零 好 然后接下来我剩几年 剩4年 本来有5年 那我已经用掉1年了 剩下4年 所以接下来我用32万去除4 所以每年提列的折旧费用就8万 好 所以第三小题 借折旧费用 8万 代累计折旧 好 就这样而已 好 这样看懂吗 好 就是这样而已 这是exercise 9知识 好 好 那我说了这资产重估 好 revaluation 重估价 好 revaluation 所以呢 重估价其实在我们的中块的时候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好 记录方式 好 好 这是刚刚讲的 然后把课本上面的 习题呢 拿一题做出来做给大家看一下 那记得我们重估价之后 我接下来的折旧费用 依我重估价之后的账面金额 往下去提折旧 那因为呢 他没告诉我 我重估价之后 年限有改变 蚕子有改变 我的折旧方法有改变 都没有 所以我就按照原来的 2017年一开始取得的时候 我的折旧费用的计算方式 好 5年已经过了1年 生4年 蚕子一样是0 好 然后直线法 所以我2018年提列的折旧 是32万去除以4 就可以了 好 这是exercise9之10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 呃 我们先按照课本的顺序 然后我们再来要做补充再说 好 然后再来呢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 第4个阶段 我们擦掉了 处分 好 请你记得 处分的时候 我一定是什么 账面金额跟我处分取得的对价 我处分他的时候 我拿到什么 来做比较 来决定出我的处分损益 好 所以呢 我们在做处分 我说账面金额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我们还在做很多的比较的时候 我们在决定损益的时候 都会根据我的账面金额来做比较 来决定出我的处分损益 好 所以呢 就请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课本上给我们的例子 好 但是我要特别提一下 如果我在年度当中 我讲了 我们的课本上面呢 如果没有特别讲 我的年度结束日都是12月31号 好 所以我在讲说 如果我不是12月31号处分 也不是1月1号处分 我在3月31号处分 那我上次提列折就 是12月31号啊 那到1月1号到今年的3月31号 有三个月啊 所以我要提这三个月的折就 才可以得到我3月31号那天 处分的账面金额 所以请你特别留意 我处分的时候 我的处分损益怎么决定 根据我的处分当天的账面金额 跟我处分拿到的对价 来决定我的处分损益 好 所以请你记得处分损益怎么决定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 账面金额很重要 因为很多的情境都会用到这个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课本上面给我们的例子好了 如果是报费 报费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我们的报费通常一定是我的耐用年限期满了 那我就把这个资产让我年限期满了 然后我又没有产值 那我只能把它当做什么 不能就类似垃圾一样 把它丢掉 所以这样的话 如果我又没有产值 让我让年限期满 那换言之 我的累计折就一定是等于我的账面 累计折就一定等于我的原始成本 对吧 因为我都折就完了 好 所以课本上面呢 比如说 442页 好 最后一排的同学好像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好 还有一个同学睡得挺好的 可不可以把它摇一下呢 好 好 还好没睡得很沉 知道我在讲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请你看442页 如果你是retirement 就是报废 retirement 就是想退休一页嘛 retire就是退休嘛 那这个资产会把它退休 就表示它已经什么 那又年限期满了 而且它没有什么价值 这样有点可怜 退休的人就没有价值了 不会啦 现在很多年纪蛮轻的退休的人 都可以去当志工 所以不能说没有价值 因为即将就是 好 好 那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里面 它说如果我这个资产 那我年限期满了 好 然后我要把 而且呢 当时我估计期满 没有任何的剩余现金价值 所以产值是零 所以当我把它 报废处分的时候 我就把资产 资产科目 跟我的累计则就对冲 就结束了 因为我的 既然我的 让年限期满 而且 我又估计 起满之后的产值为零 所以我的累计则就等于我的什么 取得的成本 好 所以看一下 442页 它说假设 好 假设呢 这个H公司呢 它呢 报废它的这个 这个印表机 好 然后呢 这个印表机原来的成本有三万两千 然后这个累计则就 好 的金额也有三万两千了 好 所以 印表机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剩余价值 反正那种 电脑的东西 3C产品都是日新月异 所以 你可能淘汰下来也没有人可以 没有人会要 所以 它就是产值是零 所以它是借累计则就 带 我的原始的资产科目 好 所以呢 三万两千就冲掉 这是一个retirement 好 如果 就是 我报废它 什么情况是叫报废呢 好 基本上是 我的耐用年限期满 而且我当时候估计呢 我的折旧 就已经什么 呃 估计我的产值是零 换言之 当我的累计折旧等于我的成本 我就把它报废掉 没有拿到任何一毛钱的现金回来 好 那我就没有损益的可言 好 没有损益可言 那我讲了 这个 如果我估计用五年 五年只有产值是零 可是我用了两年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适合我要用的 我不要了 所以我要把它卖掉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没有人说你说要一开始要五年的啊 所以你绝对不能把它处分掉 不会啊 尤其是如果我先要把它卖掉 还有一点还可以拿回一些钱的话 我当然要把它处分掉 好 然后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假设 好 假设呢 他呢 这个 在他提完全部折旧之前 下面有个例子 也是在四百四十二页 好 然后呢 这个 会让我还没有提完全部的折旧 也就是说 耐用年线还没有期满 那我就决定 好 要把它什么 把它报废掉了 好 然后呢 因为他也是不好 这个或者是已经损坏了等等的原因 不管是什么原因 好 就我还有账面金额 好 四百四十二页的下面呢 Electrication 好 这个 他呢 要把它处分掉 好 然后呢 这个假设呢 他就说 Sunset 这家公司呢 好 他的有一个什么 Discard 他就要 要报废掉他的 废弃掉他的 卡车运输的交通工具 那成本是一万八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呢 他把它 他把它 报废掉的时间点呢 他的累计则就 只有一万四 好 但是因为我怎么 因为他 他损坏了 或者我只是把它废弃掉而已 所以表示 他没有任何的现金可以拿回来 那我的账面金额 跟我的累计则就 差了四千 但是差了四千 也换言之就是我的账面金额还有四千 因为一万八减掉一万四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还有四千 但是这个四千我是拿不回来的 因为没有任何现金收回来 所以我这产生了什么 报废损失 或者是处分损失 所以请你看一下呢 在四百四十二页 Laws on Disposal of Plain Access 就是我的固定资产处分损失 或者叫资产处分损失四千 好 所以我说 当你在做处分的时候 不管你是报废 报废有可能是把 就是意思说丢掉了 然后拿不到 拿不到任何一毛钱 如果你有回收任何钱 其实它就是个出售的意思了 卖掉你也拿回钱嘛 好 所以我不管是 我只要做处分 请记得 我处分当天为止的账面金额 要跟我处分的时候 不管你是报废也好 出售也好 甚至我们待会要补充一个交换 你都要去算什么 都是账面金额 跟你这个处分拿回来的对价 来决定我的处分损益 所以课本上面四百四十二页 第一个 它是 它的累计折就 它的折就全部都提完了 意思是 它的累计折就等于它的成本了 所以当我报废的时候 就把借贷方呢 就资产科目跟累计折就对冲就结束了 但是如果呢 我处分的时候呢 我的资产还没有为零 好 而且我现在是把它报废掉 所以呢 我的账面金额跟我累计折就之间的差 就是我的处分损失 好 这是课本上面四百四十二页讲的两个例子 第三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是把它卖掉 好 Sales 卖一定有拿回钱啊 没有拿到钱 就不叫卖 好 所以你知道看 所以处分里面 我刚刚讲 你有把它报废 你有把它卖掉 另外一种 就是交换 好 那课本上面呢 先看一下 它的给你的例子 它说呢 好 不过这课本上面都还算 有啦 这个例子终于有一点 要先算是 这在年度当中处分的 四百四十三页呢 它说假设 好 好 这个7月1号 2017年7月1号呢 这是Right公司呢 卖掉它的办公设备 办公家具了 办公家具 1万6千 取得1万6千的现金 好 它卖掉这个办公家具 然后呢 我拿回来现金是1万6千 那这我拿到1万6千 到底是 对公司是利益还是损失呢 那我们就要看它的成本 跟它的累计折旧 那假设 好 假设呢 这个资产呢 它原始成本是6万 那在2017年的期初 也就是说2016年的年底 它已经提列的累计折旧 有4万1千 那 我们是不是 2016年的12月1号 提列的折旧 我卖掉在2017年的7月1号 所以我有6个月 还在使用这个资产 那使用这个资产 我要做什么 成本分摊 所以我去计算6个月的折旧费用 好 那折旧费用 它告诉你 它也没让你算 它告诉你说 这6个月的折旧费用 就是告诉你有8千块 好 那所以呢 我就把它先 第一个 我要先把它调整为账面金额 所以7月1号 当我卖之前 第一个动作 我要先把资产调整为账面金额 换言之 我就要补提6个月的折旧费用 所以借折旧 待累计折旧 好 所以我的累计折旧 会从4万1千 调整为4万9千 这课本上交给你的 这个地方我只是告诉你说 如果你在年度当中处分 不管你的处分是怎么处分 报费啦 出售啦 或交换都一样 你第一个动作都是要计算处分 当天为止的账面金额 那它账面金额就是成本减掉 累计折旧啊 好 那成本是多少 成本是6万 累计折旧 2016年是4万1 现在我加了8千进来 所以有4万9 所以呢 6万块的原始成本 减掉4万9千的累计折旧 所以呢 我的账面金额是1万1千 对吧 好 这个例子里面 好 这边 好 我的账面金额 原始成本6万 累计折旧 其初有4万1 我7月1号又加了8千块的折旧 好 累计折旧就4万9 所以呢 我的账面金额就1万1千 好 那我处分的时候呢 我拿回来的现金是1万6千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我账上说这个资产只有值1万1千而已 我可以卖到1万6千 我是不是赚利益啦 我们不是用奖赚 而是我们的会计科目就是处分利益有5千 好 那你一定会想 就请你记得 帐上的资料是公司自己人知道 别人不会知道 所以外面在买的时候 请你要特别记得 买卖双方 它的金额 是所谓的公允价值 不是买方说了算 不是卖方说了算 有一个公允价值 那这个公允价值 很有可能是有人来见价 如果没有 也就是说买卖双方同意的 好 你不要说 他只有值1万块 那买方 为什么要用1万6呢 买卖方1万1千是他自己帐上记的啊 他价值是跟市场上面来评估的啊 所以这是两回事 其实你一定要建立起一个观念 帐上的资料 就公司自己知道而已 外面的人是不知道的 因为你不能拿你的帐上资料去跟 假设好了 我现在这个例子是 帐上只剩下1万1 好 那如果说我就是 折旧方法呢 我就少提 本来可以用 我如果要让我的账面金额增加的话 我是不是折旧费用少提 那我跟他讲说 这个资产我现在还有2万哦 你要用2万给我买 那卖方说 买方说 我们去找一个人的见价的结果 他就有1万6啊 我只愿意用1万6给你买 你要不要卖 好 公允价值就1万6 好 所以你就1万6卖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能说我帐上有多少钱 拿这个金额去跟买方议价 这是没有立场的 因为你要怎么去承认你的账面金额 公司自己有决定权啊 对不对 所以帐上的资料就公司自己知道 你不能拿你帐上的资料 去当做你去跟买卖双方 不能当做你的买卖议价的根据 好 这是请你要特别留意说 买卖双方 买方我不知道你帐上怎么积的 但是我请人家的见价 或者是我评估的结果 这个东西只有值多少 我就愿意用这个钱卖 你看你卖 卖方要不要卖 如果卖 同意就成交 就这样子 好 所以像这个例子来讲 它就有出售利益 除份利益有5000 好 所以它的分路呢 就像刚刚差掉了 就是把资产 既然资产卖掉了 跟资产有关的 所有的会计科目都要冲掉 所以它有原始的成本 原始的科目 还有累计折旧 那成本跟累计折旧之间的差 就是我的储 然后我有拿到现金 好 所以我中间的差异 就是我的储分损益 所以它的分路 它的写法 就是 既然我的资产已经从 那个除列 卖掉我就要把它除列了 好 所以假设这个例 这个科目呢 我一开始只用equipment 再贷方 我拿到现金 因为我处分他拿到现金1万6 好 我处分掉什么 我的设备 好 我的设备呢 原始成本6万 到这个时间点 我的累计折旧 有四万九千 好 这是 这边已经写了四万九千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 比较 借贷方 一定什么 贷方比较小 所以我要产生一个什么 储分利得 五千块 这样借贷方就平衡了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动作 我说 不管这个资产 请你记得 这个资产也好 我们现在谈到的是资产了 为你会谈到负债 都一样 这个科目要异动 你一定要计算 你异动当天为止 应该有的 账面金额 好 所以这个是标准动作 好 这是课本上给你的例子是 他出售有产生了 处分利益 那再来看一下 如果是 另外一个例子是产生损失 他说 在443页 好 一样呢 他是卖掉他的 办公设备 拿到一万六千块的现金 那 对不起 他没有 他说现在 他不是拿到一万六的现金 而是只拿到九千块的现金 好 这边改一下咯 好 他要告诉你如果发生是损失 他只有拿到九千块 好 那其他资料没变 他的成本 原始成本六万 七月一号为止的累计则就四万九千 好 给你看一下 借贷方 借方 有五万八千 贷方有两万 六万 所以我这边是不是要加一个两千 所以这是我的什么 好 处分损失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一样账面金额是一万 一万一千 但是我只拿到九千块而已 所以我是不是产生损失 两千 所以跟这边 分路 如果你知道科目都确定了 那你金额 确定的金额都写上去 最后会让他平衡 就这样 好 这是处分发生损失的例子 好 所以就是很标准一个动作 就是要计算 处分当天为止的账面金额 好 好 所以我们后面找一个例子好了 好 大家 做一下 请你看一下呢 呃 呃 请你看一下呢 exercise 9-12 465页 9-12 好 让大家有动手做的机会 好 有关于2017年这个爱公司的交易 1月1号呢 他倒费了一个机器 好 然后呢 他是在2007年的1月1号买的 那机器的成本是58000 好 然后呢 他已经提完了 假设他有10年的年限 然后呢 没有残值 好 那第二个 第二个呢 是卖掉他的机器 好 电脑 然后这个买的是2014年的1月1号 他成本是4万块 然后可以用5年 然后这个机器呢 卖掉是拿到14600 然后12月31号 好 他处分他的运输设备 然后这是在2013年的1月1号买的 成本是34000 然后呢 已经提完了 嗯 他的6年的那样年限 好 然后残值有4000 好 请你呢 第一个 根据上面的交易呢 他的日期 来计他当天的 交易分路 好 包括呢 你要去更新他的折旧 他只是提醒你的 因为有6月30号 有12月31号的这个处分 那他的折旧方法都改 都是用直线法 所以1月1号 好 这个比较简单 好 因为呢 他告诉你说呢 他报废了 然后那个价值是 这是2007年的1月1号买的 然后在2017年的1月1号报废 所以刚好10年 而且他也都提完折旧了 因为10年 所以在2016年的12月31日 他就全部提完了折旧 他的成本是那个五万八千 所以第一个分路 我就借累计折旧 好 这个例子呢 是没有发生损益的 因为他的累计折旧 跟他的成本完全一样 好这个是 假设我全部用equalment 全部用设备 五万八千 好 第二个 在6月30号 6月30号呢 他 有一个机器 有电脑呢 是2014年的1月1号买的 然后呢 他的原始成本有4万 然后没有 没有残值 估计可以用五年 好 2013年 2014年的1月1号 所以呢 我们用直线法提列折旧 我们先在旁边算一下 他的原始成本4万 没有残值 好 直线法 我可以用什么 五年 所以每一年提列的折旧费用 五年没错吧 五年 好 四万 所以呢 我每年提列折旧费用的是八千块 2014年 我已经提了 那个 2014年 1月1号买的 所以 2014年 1月 2014年 2015 2016 好 我已经提了三年的折旧了 现在我2017年的6月30号 要把它处分掉 所以我要先补提 2017年1月1号到2017年6月30号 这六个月的折旧费用 所以借折旧费用 代累计折旧 好 一年是八千 半年就四千 好 第二个 我既然把它卖掉了 好 他呢 是把它什么 他把它卖掉了 拿到现金一万四千六百 所以呢 我拿到现金一万四千六百 好 然后看一下 我这个时候的账面金额是多少 我的原始成本有四万 原始成本在这里 减掉 减掉我几年 三年半的累计折旧 2014 2015 2016 到2017年的半年 所以八千乘上3.5年 所以我累计折旧 28,000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是12,000 四万减掉 28,000 所以是12,000 对吧 这样看懂吗 好 这是原始成本 我提了三年半 2014 2015 2016 2017年的半年 所以三年半 每一年八千 三年半就提了28,000 好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四万减掉 28,000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是12,000 那我卖掉拿到一万四千两百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我有两千六百块的处分利益 对吧 好 看一下 对 好 所以呢 我的账面金额是12,000 好 既然我把它卖掉了 所以它所有的科目 我要把它冲掉 它有累计折旧 一共是28,000 三年半 好 然后我处分这个资产 所以是equipment 四万 然后我刚刚已经也算过了 或者是我借贷方可以看一下 我的借方呢 是四万两千六百 我贷方就四万而已 所以我会有个什么 除分利益 好 除分利益好了 全部都写disposal好了 好 两千六百块 这是六月三十号所做的交易分路 好 再来 十二月三十一号 好 第三个 十二月三十一号呢 它费爆费掉 就是把它discard 就是把它丢掉好了 这个 废弃掉呢 卡车 然后呢 它是在2013年的1月1号买 成本是三万四千 好 然后呢 它已经 这个六年的那样年限 然后才只有四千 好 直线法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每一年提列的折旧费用 因为我们从 2016年的 十二月三十一号提完折旧之后 到2017年的十二月三十一号 所以我要提一年的折旧 所以三万四千减掉四千 好 所以我的累计折旧 怎么算 折旧费用怎么算 好 三万四千减掉 残值四千 然后我估计可以用几年 用六年 所以我每一年提的折旧费用就五千 对吧 好 三万四千减掉四千的估计残值 然后除六年 所以每一年折旧费用是五千 所以呢 十二月三十一号2017年 我处分它的时候 我先提一年 因为2016年十二月三十一号提完折旧之后 到2017年 所以我要先提一年的折旧 所以是借折旧费用 好 一年一整年是五千 代累计折旧 五千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这个卡车我把它报废掉了 不要它了 所以我要把 它的科目跟它的累计折旧全部对冲掉 那我们看一下呢 我累计折旧提了几年 好 我是不是提了2014年买的嘛 所以2014年 2013年的1月1号 所以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我提了五年的折旧了 因为到2017年的年底 所以我的累计折旧已经有五年了 一年是五千 五年就两万五千 所以我的累计折旧两万五千 好 那我这个设备呢 这个资产呢 它原始成本是三万四千 但是我discard的时候 没有 就把它废弃掉了 所以我是没有拿到任何一毛钱的 所以中间的差 我承认了九千块的 处分损失 Laws on Disposal Operating Access 你后面把它写完整也OK的 好 这是视力 这是我的exercise 九支十二 这样看懂吗 好 其实很简单 原则上我是想说 你们应该可以自己做得出来才对的 好 但是我想说你们 你们在做我也不晓得我要干嘛 所以我还是讲完好了 好 这是处分 所以课本上面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刚是不是写 我的这个非流动资产一共有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取得的时候的入涨 第二个阶段 取得这个资产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收益支出 资本支出 第三个阶段 期末要做的事情 期末要做成本分摊 好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待会会再讲 第四个 就是我们要做的是处分 我这个资产 那我年限期满了 我处分 就叫报废 如果呢 那年限期 还没有期满 但是我也把它怎么 Discard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12月31号 我把它丢弃掉 但是我还没有折 还没有折就完啊 我也丢弃 我也拿不回任何现金 我就产生处分损失 好 那如果我是Mind掉 那我就要看 我卖掉的账面金额 我卖掉那时候的账面金额 跟我卖掉拿回来的现金中间的差 来决定我的处分损益 好 我的账面金额是这样 然后我卖掉的金额是 这个例子嘛 我卖掉的金额是14600 所以我有账面金额12000 卖掉拿回来的现金是14600 所以我产生的处分利益2600 所以这四个阶段 课本上都有讲了 我就完全按照课本的顺序来解释了 好 这样看懂吗 那我们这边其实还要讲一个 我们说 呃 我们的处分里面 还有另外一种叫做交换 好 还有一种叫做交换 交换 基本上是指非 这个以物易物 我拿我的东西跟你的东西交换 我的车子跟你的车子交换 或我的车子跟你的房子交换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没有人说我交换的时候 只能车子跟车子换 房子跟房子换 不一定啊 只要双方你情我愿 这个交易就成了 只要没有什么 呃 什么 违反什么善良风序良俗的 这种交易 都没有不可以 这个私约都成立 好 只要买卖双方 交易双方认同 这个交易又没有违背所谓的善良风俗习惯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谈这个交换 交换一定是什么 以物易物 也就是我拿我的东西换你的东西 好 这一定不是现金啊 所以都是非现金资产的以物易物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当我在交换的时候 它也是处分的一种 那你要记得维持我们刚刚讲的 我处分 我这个资产有异动 我一定要计算到我处异动那天为止的账面金额 这是标准动作 这是标准动作 我说这是一个标准动作 只要这个科目在这个时间点要异动 不管你是资产也好 负债也好 因为接下来 这个再过两三个礼拜 我们就讲负债的东西了 那负债也是一样 当我负债发生异动 我一定要计算异动那天为止的账面金额 好 所以就算是exchange叫交换 好我们也是秉持这样的概念 好 所以我们处分 其实有另外一种形态的处分 我们叫做交换 好 那交换其实也可以讲成 我取得资产的形态 我取得资产有可能是什么 我拿我的东西跟你的东西换 所以我换进来的资产也是我取得的资产 好 所以也是一样 所以交换这个交易 你可以把它视为期末的处分 你也可以把它视为你取得资产的角度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种 但我现在竟然课本上面因为一路讲下来 他并没有讲到交换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交换 好 因为我刚刚说了 交换可以视为取得资产的 那个阶段也可以视为处分的那个阶段 因为都可以 因为我把旧资产处分 所以他是处分 但是呢 他当然可以当作资产取得 因为我取得新资产 所以他可以当作第一个阶段的 取得的认定 也可以当作最后个阶段 处分的会计处理 好 所以这个动作我们叫做交换 好 交换 我现在先讲一种交换的例子就好了 那就我们先解释一下交换要分哦 我以物易物 但是呢 在会计处理里头 他会有一个所谓的商业实质的判断 好 我们说车子换车子 他是不是相似 好 我的车子 跟你的车子交换 那 看起来都是车子嘛 都是 都是在路上跑的 所以 或者是我车子换你的飞机可不可以 也可以 因为都是交通运输工具 可以 但是 他是不是一定都是这样子 可以认定是 有商业实质 也就是说这个交换有没有 有没有不一样 就 所谓的商业实质 你先听 因为到中话里头会再提 然后我先讲一种交换比较简单的概念 好 因为延续 我们在讲处分的例子 好 交换呢 基本上来讲 以 一样 交换就是指 以物易物 但我车子换车子 他具不具有商业实质 在我们会计里头定义什么叫做商业实质 也就是这样的交换之后 换进来的资产 跟换出去的资产 他所产生的报酬或效益 或者是风险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叫做 具有商业实质 好 所以我们要讲 商业实质的意思是什么 好 Commercial Substance 商业实质 商业实质 好 先去判断他具不具有商业实质 就像我们说先去判断 这个变动是会计估计 变动还是会计原则 变动还是会计错误 一样的概念 好 我们后面会计怎么处理 在我们的交换的时候 第一个 我们要先去判断 他具不具有商业实质 什么叫做商业实质 就是指我换出去的资产 跟我换进来的资产 他所产生的风险报酬 是不一样的 那就具有商业实质 好 如果我是成人小汽车 好 去换你的成人小汽车 Benz换BMW 这Benz跟BMW都是双B 这个不是说你的Benz换BMW 就是具有商业实质 就不具有商业实质 因为都是高级房车 就台湾来讲都算是高级房车 不是因为这样子去判断 是因为你是成人小汽车 我换进来这个也是成人的小 做人的小汽车 就是只是小型的 不是当作一般的 所谓的大型的交通工具 如果我的这个成人小汽车 就是所谓的房车 去换另外叫公司的交通车 而且说可以坐30个人的交通车 它一样吗 一样是车子换车子 但是意义不一样 交通车只是当作员工上下班用的车子 但是我成人小汽车 我可能是什么 贵宾来了 换一个双B 我贵宾来开的这种车子 所以我做可能是一个两个 最多是成人小汽车最多 包括司机就做五个 跟30个人可以做的 那个所谓的类似巴士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这种情形 我们就叫做具有商业实质 因为风险跟报酬不一样 那如果我是我的成人小汽车 换你的成人小汽车 就换来换去换进来的车子 跟我换出去这个车子的功能 它所产生的好处效益完全一样 就不具有商业实质 这样听懂吗 所以第一个 这个交换 我们要先去判断 它具不具有商业实质 什么叫做具不具有商业实质 怎么去判断 也就换出去的跟换进来的 它所提供的功能 产生的风险跟它的报酬 报酬你会想让它提供的效益 是不一样的 就具有商业实质 所以我说我成人小汽车去换成人小汽车 具有商业实质 我成人小汽车去换30人做的公共汽车 交通车 大型交通车 功能不一样 所以它就不具有商业实质 对不起 这个就具有商业实质 因为两个不一样的功能 那你说房子换车子 基本上它的功能就不一样 车子可以当做交通工具 房子不能当交通工具 所以车子换房子 那当然就是一个什么 具有商业实质 因为产生的风险报酬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说再问一下呢 如果房子跟房子换 好 它会不会一样 我们举例说好了 台北的喜来登饭店 跟肯丁的凯撒饭店交换 具不具有商业实质 想一想看 肯丁的凯撒饭店 跟台北的喜来登饭店 台北的喜来登饭店 说我每天看这个 这个住在台北 天气又潮湿 这个物价又很贵 我向往肯丁那种 蓝天碧海的生活环境 然后凯撒的老板说 我每天看这个 好山好水觉得好无聊 我想去台北看看繁华的世界 好 两个老板说 交换 这个交换有没有商业实质 有没有商业实质 哇你那个棒棒糖吃很久 吃了快一堂课还没吃完 三颗 我都没看到你换 早餐 吃糖容易老人失智 还在 最近的那个 这个新闻不是 我常常看到人家接这个 那个就是 拉来拉去的资料里头 什么糖呢 是癌症的这个温床 为什么现在人得癌症很多呢 他就吃糖 你这些吃完不要吃了 还有的话就分我好了 我帮你分 share掉一点风险 好 好 凯撒的饭店 肯丁的凯撒跟台北的喜来店 饭店交换 具不具有商业实质 一个点头一个摇头 你说为什么 不是 我没有说你的答案是错 所以不具有商业实质 好 那你点头呢 点头是什么 具有商业实质吗 好 客群不一样 嗯 台北喜来灯是什么样的客群 想去台北的 这是哪一国逻辑 好 那他想来 那个到肯定的 就是想来肯定的嘛 有没有更更具体一点 我再说 我说更具体 应该是说 有没有另外一种说法 好 有没有另外一种说法 当然你说到台北的 一定不能到肯定嘛 那南北差那么远 不能同时到啊 想去城市看看 或者是哪有想去台北玩的 好 他可能没有把它讲得很 呃 不是说很标准 是说没有把它讲得更真实 请问一下 你到肯定玩会在什么时候 夏天 假期 对不对 你一定要放假的才能够去玩嘛 那去台北玩的呢 会多吗 台北有什么好玩 木榨动物鱼 杨明山花园 杨明山的国家公园 还有呢 当然很多了 可是基本上 还有很多什么行动 请天公 不是每一年这个农历年 就一堆人去排队嘛 但基本上来讲 那样子的大部分就是说 去台北会去住喜来登饭店的 大部分都是去办商务的 就是下工的 不是去玩的居多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那你想想看 去玩的人 去肯定玩的呢 他的什么时间 寒暑假 连续假日 周六周日 对不对 好 那你恰工呢 假期 你去办公有人在吗 没有啊 所以去恰工的呢 去办这个做商务的 这个去做商务的一定是什么 一般的上半日 所以两个 这两个可 这两个饭店 他的产生现金或者他住房的 这个时间点不一样 所以他的现金流入点就不同啊 所以他的报酬就不同啊 所以虽然一样都是当饭店 一样都是提供人家住的 但是台北的喜来灯 喜来灯是商务饭店 而肯定是什么 呃 旅游 旅游饭店 所以这两个性质不同 现金产生流入的时间不同 所以他是 就是具有商业实质 因为风险报酬不同啊 这样听懂吗 好 所以不能单纯从他的物质的 呃 现象来判断 啊 那你说啊 不是单纯的物质好 就是 这是房子 这是车子 当然不是从这样子来判断 要从 也不能单纯从 他的功能来判断 而要从功能之后呢 还在往下去看 他产生的风险报酬现金流入的时间点 有没有一样 如果不一样 那就具有商业实质 如果完全一样 那就是什么 不具有商业实质 好 那讲完这一个 不具有商业实质怎么做 就 我只要讲文字的就好了 你把它 你先了解一下 未来等你也上了中块我就去讲 好 不具有商业实质的资产 我以换出去资产的账面金额 当作换进来的资产的入账成本 我再说一次 把换出去资产的账面金额 当作换入资产的入账成本 好 这句话衍生出 引申出什么 有没有处分损益 换出去的资产的账面金额 当作换进来资产的入账金额 没有损益啊 因为换出去 我是不是要写在贷方 那换进来写在借方 金额一样 因为我把换出去的账面金额 当作换进来资产的入账金额成本 所以表示 这样的不具有商业实质的交换 不会产生处分损益的问题 这样听懂吗 不具有商业实质的交换 不会产生损益 不会产生处分损益 好 那换言之 具有商业实质的交换 就会产生损益咯 好 具有商业实质的交换 就会产生损益 那一样 他的损益的认裂方式 好我们待会举例说明 也不是 有 hole 便明